各位觀眾大家好,歡迎收看我們今天的節目 有聲音嗎?觀眾,聽不懂嗎? 喂喂喂,Testing,Testing 喂喂喂喂 有聲音的話,你留言跟我說 好了,那我們今天的直播是做什麼呢? 不是打機,也不是什麼 講一些有趣的東西 我們今晚就是找了一個香港的職業足球員 來跟我們聊聊 因為最近大家都很關注運動,尤其是奧運之後 我們就找了一個香港的職業足球員來跟我們聊聊天 這個球員前陣子經歷過 大家應該都有聽過魚丸 魚丸是港超聯的,即是香港的職業聯賽 但最近就不玩 這群球員經歷過拖樑,又經歷過很多困難 最終我們就跟他們聊聊他們當中的故事 好,我直接開始了,好嗎? 我就表演你的樣子 好,直接開始了,好嗎? 好,今次就是跟你說話 OK 好了,浩王浩然我們認識了很久 因為我們一起長大 認識了很多年 一直從小到大 我都聽他說 因為我是中學同學 每次中學同學 我就是放學 就是網巴打機 他就不是的 他每次放學就練球 從小練到大 其實都挺開心的 看到他一邊有清分 然後慢慢變成職業的層級 但最近他經歷過他所踢的球會 即是解散或拖樑的事 其實我知道很片面 因為我只是從新聞知道發生什麼事 那你可不可以說一下當中發生什麼事 大家好 多謝大家來聽今次的直播 高興受到Sigma的邀請 我們很簡單地說一下今次的事件 我們今次的事件 其實足球隊一直以來 香港足球隊營運的模式 其實跟外國可能一些頂級歐洲的球會 其實就大致是相同 都是背後會有一些投資者 他可能對一對球會有興趣 他就投資了一對球會 就會買一筆的資金 去安排球會上段營運的錢 或者是一些例如球員的薪金 例如教練的薪金 就是所有器材的費用 就會由這位投資者去承擔 我們的兒院其實是由一位內地的投資者 去承擔所有的費用 但是可能基於受制於疫情的影響 由去年 其實由2019年開始 都有出現過衍生的這個問題 其實是辦法的 無論什麼地方都好 衍生其實都是一個辦法的事 所以我們也有跟隨這個法律的途徑 去追討我們應得的薪金 但是一路以來追究的途徑 一路以來我們本身已經在附近香港的比賽 因為其實魚丸本身的班底 就是陣容裡面的球員 很多都是一些有錢得的年輕人 其實大家很簡單 就是只是希望有機會比賽 難得能夠站在香港的頂級聯賽去發揮自己 都很希望可以珍惜到這個舞台去發揮自己 可能得到別人的影響 賞識 甚至乎是可能吸引到其他球會 所以其實有些人都會問 為何開了這麼久 他們都會繼續去比賽 或者沒有做任何追究的責任 坦白說自己是未經歷過這些情況 就是球會裡面其實都 很多球員有這方面的經驗 也都對於我們的老闆 那位投資者都有一定的信任 都相信可以解決這件事 所以我們就會選擇繼續去履行比賽 因為其實坦白說 作為一個職業的足球員 只是香港的經驗模式 比起其他可能要比較 可能是歐洲頂級聯賽的球會 其實足球員 顧名思義 你只是負責下場踢球訓練去比賽 其實職責就僅如此 其實其他事情 就不應該有你去麻煩的 因為其他國家的聯賽 他們可能會行一個叫做經理人的制度 會有人幫你處理場外的事件 你作為一個職業的足球員 你只需要處理場外的事件 你只要練球就可以了 練球踢好球就什麼都可以了 是啊 那挺好的踢球 不是嗎 是啊 外國 可能你比較職業的 再高層次就會行得到這個制度 但是香港 香港就很少有這個經理人的制度 這個模式就很少 其實很多事情都是 嗯 其實很分心的 因為你又要練球 你又要煩 譬如你簽合約那些東西 然後你場外 你又要煩 怎樣去宣傳自己 你怎樣去做一些promotion 其實這些不是你球員本身的本業 你球員本身本業就是 練好球踢好球 那 那為什麼 所以 這個也是其中一個問題所在 就是 經理人 就是外國經理人的存在 英文叫做 Agent 就是一個Player Agent 他出現的原因就是幫助球員 去處理這些場外的問題 令到我們球員可以 全神貫注於場內的表現就可以了 為什麼沒有 至於為什麼沒有 我想 都是一種流行 或者趨勢 可能沒有人開始去做 或者其實因為香港的圈子 或者人口比較小 所以其實 對 其實 本身外國為什麼會流行這一樣經理人模式呢 他是因為 經理人會在一些 在轉會 可能有A隊去到B隊 如果這個球員轉會 去收到一筆轉款費 裡面會包含經理人的佣金 所以 結果就是關於所有的模式 你說什麼 最後都是計算下去 就是賺不到錢 事實上 我自己 比較 可能其中一個大的原因 都是這樣 其實很多事情 涉及利益 自己能夠得益的事情 你都不選擇去做 現實社會就是這樣 很少人 很少人會免費 去其他人的節目做直播 免費給人訪問 我自己都不是 不算很清楚 外國那種經理人模式 是怎樣去運作 我自己覺得 如果一個Folver Agent 經理人有存在的話 其實我周圍球員 我不清楚 我現在不清楚 究竟是我們會給錢 請經理人去幫我處理那些事情 所以如果 假設 球員自己本身都要 向經理人去付錢 去令到他為你服務的話 在香港 作為足球收入 算是很高的層上 給得起的人一定多 所以 你都未必會花錢去付 其實 說到最後 所有事情都是關於 一個聯賽 一個聯賽有它的價值 是因為它有流量 又有觀眾 有觀眾 才可以找到一些 廣告商 贊助商 才是一個聯賽收入來源 其實一切都是 香港足球 聯賽 看的人多不多 你自己作為球員 的感受 就是 會有些 有些 可能是 會有些 有些 可能是 可能是 有些 可能是 強隊 杯賽的決賽 那場比賽 雙方兩隊球隊都有一定的支持者入場 吸引了大概2000個球迷 即是2000以上的球迷去看一場比賽 其實算多 因為平均來說 確實的數字我就不清楚 但是以我自己比賽的經歷 我自己球隊的經歷 我自己每一場比賽的經歷大概是600至700左右 每一場比賽 還有香港來說門票的收入是不高的 在外國的職業比賽來說 他們門票都是其中一樣很重要的收入 所以才能夠支持球會的支出 香港來說 其實他們的收入是不高的 因為我想主要目的是 都想鼓勵多些人可以入場去看 所以如果你設定門檻太高 其實都很容易弄巧反著 令到那些人更加沒有興趣入場支持 以體育聯賽 以運動來說 是不是 就是這個意思 但最近那個 算了 那些不關事 那就有去吧 最近不是聽說 有場拳賽的票賣得很貴 但都賣光了 拳賽的票我還不關錯 那些不關事 那些不關事就不說了 那說回踢球 說回足球 有觀眾問 為什麼一開始你會想踢球 一開始踢球其實是興趣來的 受家庭影響 就是在家裡的爸爸都喜歡踢球 所以當哥哥去到一定的歲數的時候 他就帶了他去踢球 那時候我就沒有開始參加 就是沒有接觸足球的 但是之後其實就沒有理由放下我自己在家裡 就是小時候都 我為什麼偏心哥哥就帶我一起去接觸 所以就會跟可能爸爸和哥哥一起去接觸足球 其實從小到大一直以來 足球對我來說都是一種興趣 但是去到可能長大了 慢慢接近成年了 可能17、18歲的時候 就反而覺得足球 自己都真的挺喜歡這個運動 倒不如如果有機會的 就將這個興趣變成職業這樣 自己都覺得其實能夠將興趣變成 也是一件很幸福的事 因為你一生只能夠每一次都想可以做一些自己喜歡的事情 作為職業 因為你認識了這麼久 你都知道我本身不是運動的人 那 我的角度就好像吃花生的觀眾 可能我聽他們說 可能他們會說 如果我去看球 為什麼我不看英超 為什麼不看西甲 為什麼不看萬聯 那些 為什麼 你覺得 作為一個聯賽 那個賣點 香港足球吸引觀眾的位置是什麼呢 香港足球吸引觀眾的位置 我覺得 表觀來說 表觀來說 你能夠進場去看一場比賽 先不論那場比賽的吸引度和水平是如何 其實 是有一定的形狀你在這裡 自己覺得運動來說 就是你見可能 今年的奧運 為什麼大家會很支持自己 代表自己地方的運動員 無論香港台灣這些 你都會很引以為傲 即使你平時做運動的人 好像幾年前那個 就是香港足球 對 是不是 不知道是 對卡澤爾 還是不知道什麼 過一陣子 大家都很足球熱 然後後來又有一個叫做 鳳凰計劃的計劃出來 但是為什麼好像過了幾年之後 我旁外人 我完全是圈外人去看這件事 好像又沒有了聲氣 我不清楚 所以聽你狂內人說 如果以前 多人支持的 可能是香港代表隊的比賽 可能受制於一些外在的因素 港人對自己的身份認同就越來越強 希望支持自己香港的隊 會覺得香港隊打得好 就代表我打得好 我就很喜歡這個地方 所以可以支持自己 然後 至於你說 為什麼好像過了幾年 都沒有什麼很好的效果 其實 我自己覺得 我都可能喜歡一個看球的 喜歡踢球 我都喜歡看比賽的人 就是這個做法 又和大家的 在看球員 就算是 最諷的 所以 自己可以支持自己 然後 來香港踢球 他們香港的球隊是更加願意花錢 請一些比較名氣 勁的外援來增強自己隊的實力 也都可以吸引到更加多的球迷一場 幾年前來講 名氣最大的就是曾經考慮過英超足球 英超球會曼聯的科蘭 雖然是未到上一代的 但是可能是十年前 他曾經拿過好像是2010年世界盃的金球獎 一位金球員 就是一位名氣都很大的球員 來過香港踢球 當時都引起了一番很熱烈的討論 而近年來講 都有好幾位曾經精湛過西班牙甲組聯賽的球員 有來自克山 在亞洲冠軍聯賽杯入球保持記錄保持者 包括單因勞役 亦都加上了結智 亦都有一些來自曼聯 就是英超球會的清分產品 其實水平是一步一步比較 越來越好 所以其實會令到更加多人 我覺得球會自身出發點 除了增強自己的球隊的實力之外 都希望更加多人可以入場 希望可以帶起到香港足球 你作為一個本地球員 你覺得愛援他們的技術水平 可能你說是來自於高水平的聯賽 其實他們除了名氣之外 他們本身作為一個運動員的水準 其實所謂高於本地球員 其實他們強勁在哪裏呢 可能是身體素質 或者說這樣 我覺得最直接就可能是他們的身體素質 除了這件事 我們都不能夠否認 可能是來自一些其他國家 歐洲的球員 他們可能本身的底子 或者體能上都會比我們好 或者對抗性身形會比較高大 會比亞洲的體驗更強 大多數 不是說一定的 當然有些亞洲人都很出色能 都能夠立足到歐洲 那次要的就是 我自己覺得除了身體素質之外 在他們的 mental 上 他們都真是視足球為一個職業 即是他們身在異地 自己一個 有很多外援都是自己一個 可能將自己的家人 甚至為老婆 他們的子女分隔兩地 來到香港踢球 所以他們都很希望可以認真去對待這個機會 這一份職業 而且他們都真是很勤力 不是說覺得我已經比這一隊球的本地球員 很多人都厲害 那我就隨便踢 其實我出不成力都已經夠踢 但是他們是會很認真 就是會很認真去對待足球員的一個職業 所以這個也是其中一個他們成功的要素 即是職業掃養是真的有的 的確是有的 即是可能在怎樣說 他們來到除了 即是怎樣說 外援是一時的 對於一個球會來說 外援的存在是 我給錢買一些厲害的人來 譬如我這樣說 我自己看 我本身就不看球 我看其他的 即是我看LL比賽 我看eSport 通常對於一堆隊伍來說 譬如中國的戰隊 他們會買很多來自韓國的選手 但是 他們這些叫做補強 但是就 愛援的強不是那個隊伍本身的強 即是他們會有一個概念是這樣的 他們都會想 build up 回我們一些 local 的選手 這樣他們才可以 即是當這個外援離開 因為外援退役 外援離開的時候 他們的球會本身 他們的那種強度也能保持到 就希望可能 譬如透過外援 他們帶來一些 在觀念上的改變 或者外援帶來一些 戰術上的 觀念上的一些不同 和 local 的一些想法 可以提高他整體的隊伍水平 其實 我想知道 對於足球來說 外援除了在個人上的 帶來隊伍 譬如他跑得快一點 可能戰術 即是怎樣說 身體素权上面 對抗性強一點 除了這些之外 他可不可以為球會帶來最強的 即是增強的是什麼 你會不會有一些 可能在觀念上 因為譬如你剛剛說 都說到他的職業態度是不同的 即職業素权是真的有的 那他會不會為 local 的球員 帶來一些 即是怎樣說 一個風氣上面的改變 或者是怎樣說 即是更加 明白 有沒有這樣的 example 其實的確有的 即是我們可能將放眼到 未必或是香港 即是用外援和本地球員去比較 即是其實可能只看歐洲聯賽 最近其中一宗最觸目的轉會 就是斯朗那道 他回歸去曼聯 即是曾經踢過的舞會 即是他成名地 其實他一直以來都是一位很敬業 很勤力 很有決心的足球員 其實領隊都表示 他回來 其實不只是場上 他的表現 能夠為球隊帶來成績 即是他的心態 和態度上 很多東西都會間接地影響到旁邊的球員 其實原來人是可以做到這樣的 他可能會這樣自律 他的飲食 甚至會長上他的態度 可以這樣專注 即這些東西 是的 這些東西其實都會令到我們學習得到 還有外援來說 我和我共事的外援 其實全部都是很優勢 即是他們不會擺架子 覺得你不要跟我說話 你的技術 或者可能你不是我的level 你不要來 不要跟我說話 即是他們都會很虛心去教導我們 假如你是很積極的 你可能很想學習的 你會問他們 他們都會在技術的層面上 可以幫到你之餘 就是可能比賽上面 有其中一個 大家都會很認同的位置就是 即使你可能放了11個本地球員下去 他們可能發揮 如果能力上和對方的差距太大的話 其實未必進步得到 但是假如可能有幾個外援球員 他們能力好 能夠帶領到對球 其實球員自己都會有更加好的信心去比賽 其實整隊球的士氣 甚至風氣 大家都會以這些外援球員為目標 即教練都會經常說 希望我們本地的球員 可以以外援的球員為一個榜樣 希望可以在他們身上學習多些 屬於叫做在他們身上偷試 能夠令到我們自己都可以有一定的進步 如果每一場比賽都可以一面倒被淘汰 其實都很難在上面學到東西 但你有些星星可以提高水平的話 可能在比較接近的比賽中 每個人的發揮又好些 學到更多的更舒服 是的 其實香港觀眾 你自己覺得 我看到剛剛有觀眾留言 說他們可能看開比賽 現場看球的氣氛 那個凝聚力是很強的 是的 其實我自己都會 曾經都有試過 即入場看球 可能看其他球隊比賽 就是了解一下他們的實力 分析一下他們的踢筆 還有我自己 在家裡 有時候球的比賽都會有直播 其實兩樣東西是差很遠 你在家裡聽的是聽旁述 但是你在現場聽的 你是聽到可能其他球迷打氣的聲音 有時候有機會 是球迷的一些其他立場座位的聲音 甚至可能逐一點說 可能有機會有些 可能粗言諭語 整個氣氛你都會感受得到 是開心的 即是你可能有機會 我都見到有些朋友 可能是會在球場裡面 找到可能 你一起支持同一隊 大家會找到自同道行 大家入場可以交流一下 而不是可能坐在家裡 自己看著螢幕 這樣就看了一個半小時 即入場 我自己覺得門檻不是高的時候 都不妨可以多些入場 即你聽歌 聽CD 一定是沒有錯漏 很好聽 但是所有東西 你會重複 即可能你 入場看 你會看到球員 可能偶爾會有犯錯 你會分析到這個球員 或者這隊球員 有時候都會有高低起伏的表現 即是其實入場 你會可以留意到多很多的東西 和感受多很多 其實呢 即是怎麼說 我自己 因為你也知道 我是完全不懂足球 因為我自己看 我覺得 你怎麼說 踢整場 90分鐘 但入球的比數 只有1 1比0 即是怎麼說 對於我作為一個觀眾 我覺得 嘩 看那麼久 只能看得 一分鐘入球 但如果我看南球 可能兩邊互相進攻 那個節奏很快 其實你覺得 作為一個球員 那個 足球技術較量 那個魅力 那個位置在哪裡 嗯 那個魅力 其實 某程度上 曾經都有一位 本來的教練 他們踢了一場 其實是和局的球 我記得好像是0比0 還是1比1 他講了一句 都很令人認同的意思 就是0比0 都可以很好看 那場球 不一定要有入球 才叫做等於好看 你可能見到 可能一隊很厲害的隊 強隊 可能炒對面 七球八球 其實那場 多入球看 精華可能會比正常長 因為你多入球 但是未必是好看 因為所有事情都以成定局 嗯 就是有機會的時候 是啊 就是可能 足球引人入勝的地方 就是有時候弱隊 有時候打出表現的時候 有機會是可以翻盤 有機會可能贏回強隊 轉頭 當你看到 可能被看低一線的球隊 可能表現出來 起出望外的時候 其實球迷都會很驚喜 所以可能都會 希望能夠投入 其中會反而支持那隊弱隊 覺得這隊球 反而今天值得贏 甚至可以 可能是值得打和 拿一分 我覺得足球的緊張感 是在這裏 或者還未到最後一刻 都不知道會發生什麼事 就是因為比分很小 就是因為比分很小 是啊 所以任何一個進攻 都可能是影響比賽結局 是啊 就是你不可以有任何一分鐘的鬆懈 就是我們教練都經常教我們 你整場都要很集中 有機會你90分鐘 全場法定時間 有機會你踢了89分鐘的好球 最後一分鐘你鬆懈 你以為上比賽已經完結的時候 可能你一個失誤 有機會令你付出的努力都白費 所以其實是一樣 全神貫注的運動 作為球迷入到場 也是一樣 就是可能你入到場 有機會看到 我贏了一對球 進了一球 以為他這場球都會贏到 但是有機會是 可能會有些反性的局面出來 以足球來說 這個我單純 怎樣說 因為好奇 因為我其實反性和反敗 是什麼意思 反 反 反敗為勝 通常就可能 當我 前面輸了 後面贏了 是啊 反性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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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其實是主 主觀和客觀的分別 可能反敗為勝 是其他形容詞 反性 反性的話 主語就是輸的那對球 反敗為勝 就是客觀認為那對球 反敗你可以說 那對球正在贏 但是最後是輸的 是啊 是中文的 中文學過 中文 中學你最厲害 就是你原本輸的 然後你贏了就是反敗為勝 是啊 反敗就是你贏了 但最後你輸 但是反性就是你輸 但最後你贏 反敗就是 你原本是贏了 後面忽然輸了 就是反敗 是啊 反而輸 反而敗 反敗 我應該未必是反 哈哈 我都不敢說 中間有什麼字 到現在我都分不清 什麼叫反敗 什麼叫反勝 什麼叫反敗為勝 結果 我想是結果 可能 你本身贏 可能這面是面 那我一反轉 你就變成輸 那面 是啊 哈哈 哈哈 你看觀眾都知道了 反敗為勝 那些反勝 我也是分不清 反敗 反級呢 反級是什麼意思 反級其實跟反敗為勝一樣 反級是個俗語 反敗為勝 真的分不清 那些 那些 其實呢 近來 以前 香港足球 那時候 踢 世界普羅為賽 那時候 那時候 很紅了一排 討論到很高 因為 其實說說 港超的一班 一班 一班 粉絲 是 忠誠度很高 那 其實 對於 其他一般 不看港超的人 他們曾經討論到很高 就是 香港足球 討論到很高 那個熱 那個風潮 世界本外圍賽那一排 我前陣子做過一些研究 就是 關於Google Trending 的一些搜尋 紀錄 那 在世界普羅為賽的時候 那一排的搜尋度是比較高的 之後 他的波浪就是這樣 前面很高 然後又跌下去 然後 前陣子 就是 奧運的時候 大家又討論要支持本土運動 等等 其實你本身作為運動員 你覺得 在每一個風潮之間 你自己本身的感覺 有沒有影響 對於 可能入場人次 或者討論度 有沒有影響 因為我自己那邊看 我真的不懂 那我只能夠在Google Trending 鎖按次數那邊看 那個影響 那 我好像看每一次都是 忽然間討論一下 他又不討論 忽然間討論一下又不討論 嗯 我都明白 其實 我自己覺得 這個熱潮 就是所謂熱潮 那就是熱潮 就是 所謂的潮來講 其實都是 又高又低 這些我自己覺得 是 無可避免 就是你僅有一些 可能比較受歡迎的時候 當你可能有些大的比賽 有些 令到多人想留意的比賽 自然你就會多人關注 那作為一個運動員 我自己就是香港足球的運動員 那我自然希望 其實可以有更多的人 願意去關注 和支持香港的足球 因為在香港 做足球運動員 我自己覺得是 不容易的 嗯 是 自己都 作為其中一份子 自己都明白當中 可能有些什麼 困難 你會預得到 這樣 所以大家覺得 外國可以踢到 它是 星球 幾千萬 代言費 又怎樣 但是 香港可能就好像 打一份工 嗯 對 香港的待遇 和外國的待遇 始終是 差太遠 但是 說到最後 其實都涉及 金錢和你 對 因為你外國的球會 其實我們見到的 都只是 我們認識的 都只是大球會 但是其實當然 有很多外國的球會 的例子 他們的支出 球員的收入 都不是說很好的 只是我們 渴望比較 能夠去到最高層次的 對球隊 就是當是一間公司 那樣 賺到錢 自然可以 出高一些工資給球員 因為外國 他們為什麼 球員 你可能說美斯 噴一口水 一秒都已經幾百港幣 港幣 是因為 外國 他能夠給到 那個薪金 你希望你能夠專注 100%專注 在踢球那裡 就是你不會說 踢球以外 我要讀書 我要上班 這樣 因為其實 很多 你說 職業的足球員 甚至運動員 其實他們 他們運動員的生涯 因為有限 你不能夠說 等到50歲才開始 運動員 生涯 所以其實 你可能會花了三分一 甚至乎半身的時間 在這個職業上 有很多人可能有機會 放棄學業 從小時候已經 會有拖延的 是啊 有機會是一場賭博 當然 如果在這個情況之下 譬如你 你練了這麼久 但忽然間 譬如你遇到 球會解散 這些情況 那又不關你的事 你已經 怎麼說 你在這個聯賽 成績 其實不算差 是吧 最後 其實球會 因為受制於太多 外在因素影響 包括獻身這件事 成績是有下滑的 最後成績都不好 但是我們自己 作為球員 都是盡力地 希望可以在自己 控制到的事 因為那些事 順便做到最好 只有做好自己 在球場內的本分 盡量不要被外來的因素影響到 例如你剛才說 你踢球 可能要從小 開始漂亮 但是 香港這個城市 好像不太多 例如你一個父母 很少父母 會鼓勵自己 父母 鼓勵一個年輕人 去踢球 或者跟你說 你踢球厲害 那你 將來就全職 好像 這個風氣 不太存在 好像大家都覺得 你讀書 其實你都 挺好彩 你爹 媽媽都鼓勵你 為什麼那個風氣 不勝行 其實 因為之前一陣子奧運 其實都反映了很多 香港做運動員的問題出來 我們眼看見 今年香港有不錯的成績 有奧運的金牌 有銀牌 有銀牌 好像比以往 有個大約進步 但是這些其實 其實光環背後 還有很多其他運動員 其實他們 拿不到好的成績 坦白說 即是他們要 能夠 能夠 一個奧運金牌 你想想 都已經時間好像 20 20 24年 很多年 幾個 是的 可能我們 我自己 我的態度就是 不要留意一些 可能很好的 或者正面的例子 亦都會反映到很多的問題 出現就是香港運動員 沒有連接著一條 安裝大道 即他們 即他們 他們的收入 為何比香港高 就是 因為這樣 但香港就受制於 可能 球會的預算 收入有限 但他們間接都會令到 他們不能夠 其實 其實 可以這樣說 我理解就是 如果你 球員沒辦法 100% 集中在比賽上 或者提高 自己的水平 那你比賽的水平 自然 就不會有 其他聯賽那麼高 在這種情況之下 觀眾入場的誘因 只會更加低 這樣 又形成了局面 就是你 球會很難在門票 或者說 在 後來就是 因為觀眾就是 一個聯賽的 收入 主要的賣點 那個價值所在 所以 其實 就 有點像 砌積木 即是你的底 打得不夠好 你上面 連著就會有很多 的問題出現 是 你覺得最後 都是回到 怎樣說 觀念上面 或者 算是這個不重要 這個有去 但是 如果 你作為一個 現在已經是職業 運動員 你會跟一些 我會叫他們 不要放棄自己 喜歡的東西 不一定說 就是運動員 你又 覺得作為人 運動可能 其實是其中一個 職業 你有自己興趣的東西 即使幾困難都好 不要去放棄 因為 我自己最近 對於人 只能活一次的 這個觀念 的感覺 就很重 哦 為什麼這樣說 是 因為 可能自己面對 這些問題 中間都有經歷過 有沒有機會 會 不能夠 再成為職業足球員 因為始終 市道的限制 球隊 疫情 對 相繼 這幾年 轉戰續續 都已經有 5至6隊的球隊 決定退出香港 頂級聯賽 基於資金的問題 或者其他問題 都好 所以其實 見到 有機會的前景 是未必說很樂觀的 所以其實好像說 踢得一年 只有一年 就是 今年 就是永遠 好像在香港 可能叫做運動員 或者足球員會 你今年 不知道 明年會發生什麼事 可能一年前 每一年都可能是最後一年 是啊 一年前的 我都沒有想過 今年原來 有機會 會要退出最後一年 我有機會 要做其他事情 那相對於欠伸的影響 我自己都有回一些兼職 去幫忙 但是你本身又要訓練 你本身又要訓練 你本身又要訓練 然後你又要去做兼職 這樣 其實這樣 怎麼能夠保證 沒有可能 一定 沒有可能 怎麼說 對你的身體來說 就是怎麼說 就是負擔 是啊 一定會有影響 所以你說 惡性循環 我覺得自己 我覺得都是 所以其實香港 都有不少的球員 是為了新計 而退出了 就是我職業足球這個行業 即是你能夠出去打工 也好 是啊 即是他們都 都不少人 說我在外面 可能回什麼工 我起碼都有 叫做可能 2-3萬港版一個月 但我踢球 可能未必收到 這個量 嘩 即是 你現在是說 普通球員 還是說一些 比較出名的球員 嗯 即是兩三五都沒有 那些 兩三五都沒有 我想其實 我猜 我不肯定 但是我想 如果是 200元以下的球員 我想都 應該都佔半數 大多數 如果你是成功出名的 那些 可能 例如 明星選手 STAR 那些 香港港交聯賽 他們 待遇是很好 嗯 如果本地球員 他的待遇 其實都是 跟他們的 薪金反映 我自己覺得 我主要是說薪金 是啊 即如果你說 愛媛的話 可能他們 都是薪金 會有提高 或者會是 因為愛媛 通常來到香港 球會會幫他們 支付住宿的費用 那其實 住宿的費用 都包在薪金裡面 因為始終都是 遇上了一筆錢 是的 所以其實 最主要 可能如果你踢得好 球會 希望你可以 留在這隊球隊 那裡 效力的 因為其實香港 的 球圈都比較小 即可能只有 大概 七至八隊的球隊 會在定球員賽 那裡踢 即有一種 東加不打 就打西加 假如你踢得好 你很搶手的 而 你的球會 不希望你 突然 團會去到你的 主要競爭對手 所以他們就會 向你提出一個 更加好的合約 就是加人工 是的 都是加人工 成績 那 怎麼說 運動員始終 但 對 那個 一個聯賽 如果你說一個半球員 那個 收入 入息 可能一萬元 兩萬元 都沒有 這樣的時候 其實都很難 說服一個運動員 留在聯賽 或者留在這一行 因為人越大 你肯定會想越多 可能你20歲 18歲的時候 還可以說不要緊 我現在喜歡 我正在踢球 我現在演我的東西 但你去到24 25歲的時候 你怎能夠說服自己 還是打一萬多兩兩兩萬的工作 這個的確是我最近這一段時間 都可能面對的問題 自己今年都不算很大 又不是很小 23歲 都希望可以 但是開始感覺都會有一點點壓力 因為你未必是每一年每一年計算的 可能你對將來有打算 希望可以幫到自己的家 甚至於自己又可能想組織家庭 長此下去 你覺得這個收入夠不夠呢 坦白說其實是未必足夠的 但是當你 正如你剛剛所說 大家記得要朋友訂閱這個頻道 就是當你一步一步 你會面對更加多的壓力的時候 你想的東西多了的時候 有時都未必到你自己選擇 所以我自己目前這一刻 我慶幸的就是 但是我未感受到非常非常大的壓力 將我從足球推走 所以我都希望他自己可以走多遠 目前的座右銘就是 希望做自己喜歡的東西 成為最有價值的自己 就希望金錢那些東西就可以來到 隨之而言 我看到你很多新聞報道 或者你自己的訪問 其實你的態度 後來都是很正面 如果我是你 因為我的人比較負面 我就沒辦法 因為我看你 我覺得你很刺激我的一件事 就是你有經歷過球會解散 拖欠薪金等等 一堆東西 但後來你的態度都是很正面 我自己也沒辦法做到這樣 所以我很刺激你 你很刺激我的一件事 就是我覺得你後來都是很正面 可以保持到一個好好的態度 目前就有的 如果不說的話可以不用說 沒所謂 OK的 但是新成立的球隊 他們都在處理法律的程序 所以合約就暫時還沒簽的 但是如無意外 可以說99%都能夠繼續在港超廉陣面作賽 而職業足球員的身份繼續去追逐自己的夢想 希望你明年那個 一直都順利 還有希望比賽多些人看 球員的待遇可以隨著提升 希望不用再犯 如何說 身家問題也好 場外的雜事也好 希望這些事不會再打擾到選手本身 你選手可以本身 專注一下 你是不是要展示一下自己的大腿 請問 我不是啦 沒有人愛 在床上 很自然 說笑 希望你 廣東無謂入場最實際 也有些觀眾說 你現場看的感受 跟你在家裡看的感覺也是不同 希望 接下來的一年你一切順利 謝謝 謝謝 在疫情之下 又可以 繼續踢下去做你自己喜歡的事 其實你有沒有想 你有沒有想定 因為我看你好像有健身 你未來除了踢球之外 有沒有可能有其他方向 都有想過 但是都希望從事自己有興趣 目前就 在考一個教練的執照 足球教練 對 足球教練的執照 希望可以 在足球員以外 都做一些與足球相關的事 其實這些選手球員 退了役之後 他們有什麼出路 看看他們本身自己 厲害不厲害 對 可能有些有名氣的球員 他們有機會是可能做教練 或者他們有這個方向 未必說有名氣 因為始終你都要有執照 才可以做到足球教練 但是其實可能其他來講 其實五花八門 就是運動員 打個比喻 你見蘇華偉 其實是香港其中一個 最有代表性的殘奏運動員 他的退營都是做愛送員 是呀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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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其實你見到 有機會是完全與運動無關 就是之後做的事情 嗯 如果觀眾問 你介不介意說一下 可能你平時練習的程式 好 沒問題 平時其實在香港 就是練習的程式 和內容 大概會是約兩小時的訓練 就是整個訓練 裡面內容 就會包括一開始會做一些熱身 做一些伸展的運動 就是其實跟大家 可能下街跑步 那些伸展都是一樣的 因為始終是可能要愈防受傷 幫助我們肌肉去升運 就是熱身先 就是很正常 我們上體育課都是這樣 就是熱身 可能就會一步一步去提高 那個訓練的強度 就是可能就會慢慢 就是也都要看那天的訓練 那個內容 那個目標是什麼 因為我自己最近上教練班 都有 就是對這方面都加深了形成 就是你可能每一堂都會有不同的內容 可能假設那一堂會以射門為主的 就是針對性 又有些有機會是涉及可能少少體能的 或者是用波啊 全球啊 就是每一天的訓練內容其實都不同的 但是大概就可以說是熱身 之後就會做一些有求的訓練 之後就會是一些針對性技術的訓練 甚至乎是整隊波整體戰術運用的訓練 之後就會有一些固彈 冷卻身體 就是希望你不要說 一踢完波就馬上去洗澡 能夠讓身體慢慢適應跟高強度的訓練之中 能夠回到正常的運動量 整個過程後大概幾場了 大概通常都是 我們當 如果你當是早上10點開始 正常就半個小時前就要到 就是可能你會在9點3去到球場 你可能換球衣 球鞋 就是換你的裝備 之後就準備教練的指示 跟著他來做 大概兩小時 我想每一天大概都是這樣 但是因為季中 多數就只有一課操練 但是如果你說季前 英文來講就叫preseason 就是沒有比賽的時間 就是可能上一季和新一季中間 這段準備的時間 可能就會有兩課的訓練 就是可能早上就會在足球場訓練 下午就會多一些都會 有機會回到足球場訓練 有些球隊都會選擇是 帶球員去健身室做一些力量的訓練 即加強他們肌肉的爆炸性 預防受傷等等 OK 好了 我最後留幾分鐘時間 一樣都是給觀眾問問題 因為差不多一個小時 我覺得這是一個節目 很好的時間 一個小時差不多 大家怎麼說 注意又看得差不多 我們又不會說得太沉太長 這個時候最後留一點時間 給觀眾問問題 有問題的朋友可以在留言 就這樣打出來 我們會回應 說一些八卦 什麼時候結婚? 結婚? 未有這個打算 結婚始終你都需要 希望能夠收入穩定 能夠有一個好一點的 和搞香港國人一樣 抵打都不一樣 其實這也是一個很大的影響 就是如果你想建立家庭的話 跟女兒說我自己是踢球的 但可能一萬幾千 其實這樣也挺影響 就是你球員那個鬥志 那個incentive本身 所以自己都慶幸 有體諒自己的另一半 就是身邊的人 不管女朋友 或者家人 朋友都對我 都有好支持 所以我也希望自己能 是 很幸福 這麼多年 說這些東西 希望早日能夠成大氣 有成就 自然 像你說的 收入這些東西 都是跟表現成正比 當自己有 更加好的能力的時候 能夠更上一層樓 希望收入可以更高更穩定 可以做到自己喜歡的東西之餘 也可以應付到生活 希望你一切順利 有沒有想過外流 觀眾 去其他國家 其實外流自己都很想的 但是 今年其實受制於疫情 其實外國的球會 對於找一些叫做外援的球員 都會有更多的考慮 因為可能你來會 你去 你當其他人來到香港 都可能要隔離一段時間 那裡都是可能一筆費用 對 因為其實以往 如果沒有疫情下 很多球員其實是 去一個新的地方 他們叫做是 用一個可能更粗的身份 一起練球 教練就會從中觀察這位球員的能力 可能就會在 可能只是去那個地方 一個星期 他們除了要搞這件事之外 其實 支付那筆費用都多很多 對 成本多很多 對 以前已經是可能 給一個星期的時間 去訓練 你可能看到他的能力 之後如果不行 可能他就會回到自己的地方 但是現在你可能來到 要隔離兩個星期 連一個星期 回去隔離費用 你又有機會幫他補充 所以 我自己是想外流的 但今年是受制於疫情的影響 就是自己都很希望 當我去到一個地方 如果那個地方 可能給到一定的薪金 我又沒有其他因素去影響 如果我能夠100%專注 在足球這件事業上 我自己可以達到什麼高度 想試一下最厲害的 自己的程度 對 自己最專注可以去到幾多 想挑戰 我明白 我明白 我明白這種感覺 多久喝一次可樂 可樂 可樂 不是很常喝 我自己不是很偏好氣水 之前很多年都沒有喝 我看到你中學的時候都不是很好 對 不是很好 對 喝水 喝水 健康 我們今天節目到這裡差不多 希望祝福你 希望今晚一切順利 好 多謝 大家 這樣 大家都 健康 健康 健康最重要 因為很傷 如果有什麼事 對於你本身要求身體素質的項目 其實真的很傷 希望你一切順利 沒有問題 現在暫時沒有這個要求 但假如球隊要出外比賽 那就一定要 因為這個是其他國家的要求 哦 對 希望一切順利 希望一切順利 今晚我們這個直播 其實也是 怎樣說 其實聊一下 因為 實際上 大家都說支持香港運動的時候 其實實際上到底發生什麼事 對於一些 真的 在行業裏面做的人來說 我們今晚就 聊一下這些 就是行業內的一些事 其實由後到尾 整件事最印象的位置 說回剛剛那些 即使他的經歷 其實可能 實際上發生的事 可能不是太正面 但他也是要保持一個 對他都可以保持一個很正面的心態 這件事是我很印象的 但我們作為媒體也好 觀眾也好 你們看回 我覺得有時候 我們不可以用一個很 即是怎樣說 即是明明那件事是負面的事 但我們就把它包裝得很正面 然後我們就很沉醉於很正面的感動 就算連鋼巴被拖聯都可以很努力很正面的 然後就無視了那件事本身的負面 那件事本身是不對的 那件事本身不是一件好事 所謂悲劇當好事 當喜劇做 整件事其實是很黑色幽默的 但我們作為觀眾 作為一些媒體也好 我覺得都是 要肯定那件事本身的性質是怎樣 即是不要喜劇就當悲劇 悲劇就當喜劇 或者說華人講足些 就白氏當紅氏 那件事本身都不 即是這件事本身 不不不不不 後來你自己本身是正面的 希望你一切順利 就都是給予你祝福 感謝感謝 等你回來香港 有空再說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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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麻煩你今天跟我們吹水 麻煩你今天跟我們吹水 不用 我先收線 我再說幾句 好 多謝大家 多謝多謝 我先收線 謝謝 麻煩你 大家聽完我們整晚的直播 大家不知道明天會覺得怎樣 其實這個朋友 我認識了很久 所以 從小到大都是努力的人 踢球 自己本身有熱情 也是努力的人 那 今次這個直播 一定會有人聯繫到 就是聽我之前說 說香港人 看運動 你忽然 忽然 球迷那件事 肯定會有人聯繫 兩件事 拉起來說 但是 實際上是怎樣 發生了什麼事 當時的影片後面 很多人留言說 你 勝利球迷也是 中式球迷的其中一個來源 怎樣怎樣怎樣 可能大家的看法不一樣 我覺得可以 但是 我自己在Google Trending 或者看一些趨勢 Google Trending 那件事 是全世界最準確的一個 一個 叫做 看數據的方式 其中一個最準確的方式 那 我自己看到 奧運熱潮完了 就 就就就就 好像 沒有了那件事 不管怎樣也好 希望大家一切順利 希望大家有興趣 就多看一些比賽 這樣 那 支持下一些本地運動員 支持下一些本地運動員 那 那 好啦 就 今天直播到這裡 差不多了 多謝大家看 好啦 收收檔 本來我今天也不太舒服 但是所有事情都約定了要說 那就 做完節目吧 那我先休息一下 多謝大家收看 給我看 那 我看 我今天 要